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上月正式生效 律师会说有责任继续向外界解释 我们律师会有责任继续向社会以至国际的法律界继续解释香港这个国安条例以至国安法的一些内容 和解释和一些外国的法例比较起来的时候 其实分别不大 代表团下就转到国家体育总局 期望为业界尋找发展机遇 体育的争计解决 体育的仲裁 体育相关的商业协议的制定 赞助商的协议 球员间的合同等等在在都是非常需要有法律人才的协助的 访经期间代表团还会拜访最高人民法院 外交部 司法部等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 周永英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支持 为香港指明方向 他促证香港人面对大潮流转变那时 不要怨天由人 积极作为应变创新 香港的明天注定辉煌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视像支持近25分钟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 表示感谢夏宝龙亲切关心 为香港指明方向 夏主任的语重心详 是向整个香港讲的 政府首要做好高质量发展 要排除一切困难和干扰 咬定发展目标不放松 工商界要顺应发展大势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港大的青年 要将读万卷书 和行万里路结合起来 追逐梦想奋力打拼 李家超说香港正经历新的经济发展时期 香港人应该认识和面对大潮流的转变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不愿天不由人 积极作为 创新创造 应变懂变 整个香港要发挥狮子山精神 团结拼搏 开拓进取 致强不息 输写新传旗 他说政府会更好结合有违政府和高校市场 把握好国家发展新则生产力的机遇 建立人才高地 发展旅游业 消费和投资 并支援中小企持续发展 无视电视记者 陈聪康报道 港区国安法2020年起生后 截至上个月初 合共有291人 因为涉及国安罪行被捕 年纪最小的只有15岁 政府回复立法会特别财会说 被捕人士包括218男和73女 年纪最大的90岁 当中170人和5家公司被检控 112人已经被定罪判刑或者等候判刑 政府为应对外界抹黑 在23条立法期间成立应变反驳队 政府说现时误度和抹黑仍然是有发生 所以反驳队有需要继续运作 并将为参考累积的经验和工作模式 以应对日后面对的抹黑 进行有效率的澄清和反驳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续审 重返证人陈梓华作公说 黎智英曾指示 要用武派在区议会选择投票日 暂停暴力抗争 也按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期望提出减少暴力画面 审讯来到第61日 控方继续提问重返证人串谋者陈梓华 黎智英的助手Mark Simon在2019年8月问他 是否有空见美国参议员史考特 说对方很想知道香港的情况 史考特之后一个月访问 Mark Simon和陈梓华说 可否邀请年轻人 特别是前线会面 陈梓华之后邀请了一名女示威者和李宇軒 形容会方便李宇軒之后做国际游说 Mark Simon曾提醒李宇軒 会面不要提及黎智英 有份电子给全球文宣和揽钞团队 也要避免谈及港独 陈梓华也提及 黎智英曾经邀请他到家的饭局 同场友林卓廷、李卓人和李永达 当时获安排车接载 并且有人掩护避开传媒 黎智英在直上批评 马安山有男人租人点火焚烧的事 认为勇武派没有组织、没有分寸 如果搞出人命 运动会失去道德高地和国际支持 又提及黄男士政见、黑白士良知 认为要以和理非手段抗争 中大冲突 黎智英问陈梓华黑衣人的身份 之后回复对方、屠狼、闪灯等多个派系的名称 说他们领导暴力升级 黎智英之后叫陈梓华向勇武派说 区议会选举投票日要暂停暴力抗争 选举之后也提出想建立一个横跨勇武和和理非的大台 说两个人都认同条件成熟 有极端勇武派系手中奪回话语权 陈梓华补充 澳斯丁强调尊重 市任国防部长毅凤和和奥斯丁在柬埔寨面对面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访华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会议 上方讨论中德关系和俄波战事等 习近平提醒要警惕贸易保护主义 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和索尔茨会谈 希望德国放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限制 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索尔茨 习近平说巩固和发展中德关系对压欧大陆 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重要影响 我们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 全方位看待和发展上面关系 牢牢把握中德是全方位战略伙伴 这一共识携手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 求同存意交流互建合作共赢 两国关系必将继续行稳致远 习近平说中德两国市场高度依存 两国互利合作不是风险 而是双方关系稳定的保障 以及开创未来的机遇 提醒要警惕贸易保护主义 索尔茨就说愿意和中方继续加强两国关系 新法国领域双边对话合作 并且说德方愿意促进欧盟和中国关系良好发展 俄乌战事方面 习近平提出不要火上加油 和不要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的原则 索尔茨就说希望中方运用影响力向俄罗斯斯 压意实现停火之战 国务院总理李强随后和索尔茨会谈的时候 中方会继续为德国在华企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希望德国放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限制 采取切实措施为在德中之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索尔茨说德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愿意和中方共同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两人会后见证双方签署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并出席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座谈会 李强说中方愿意和德方一度提供更多政策支持 令双方企业合作更为高效 推动两国经贸合作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索尔茨就说德方重视维护和发展德中经贸关系 反对和中国脱勾将进一步扩大双方务实合作 无线迪斯记者昨天三报道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个别发展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超过250点 接近38000点水平 道指报37923点升188点 比普500指数报5071点升9点 摩根士丹利首个业绩好过预期 股价早段升大约半成 美光银行早段下跌4% 半导体股普遍向好 NVIDIA和AMD股价升1%至2 Tesla继续受到财源消息拖累 股价早段再跌3% 转带其他消息 政府计划今年之内修例 同意参加医健通的市民 会自动上传它是私家医生的病历 政府认为不会阵外参与 亦都不会强制市民参加 但如果病人同意 医生仍然拒绝上传 当局有权强制医生配合 否则会有后果 政府强调这是最后手段 现在全港有近600万市民 已经是医健通用户 所谓医健通即是一个平台 给市民经医护储存它的电子病历 药物记录等资料 只要市民同意 医护就可以看到 不过平台内超过99%的病历 都是来自公立医院 原因是现行机制下 如果涉及上传私家医生的病历 市民还要在平台 挑选同意多一次 政府建议今年内修例 取消这个程序 换言之 到时候只要参加了医健通 就会同时上传在公立医院 和私家医生的病历 那已经参加了又如何处理呢 当局说他们只要容许私家医生 提医健通记录 就等于同意上传 我现在来看这个医生 我给他看我的医健通户口 还有他看完我之后 他会将他的记录 摆到我的医健通户口 当局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 相信这样做 不会引起退出潮 无论最终参与率是多少 都不会强制市民参加 未必一定体现在注册数目上 有很大的增幅 我们预期医健通的 主动活跃服务的使用者 是会上升的 市民使用医健通 都是他的个人选择 若果市民是不接受 我们会觉得很可惜 因为这个对他的健康保障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不过市民同意 若果私家医生未能够配合 例如诊所本身仍然是用紙本病历 又如何处理呢 当局说 现在大约八成多的私家医生 已经将病历电子化 就算还没有 医健通本身也有免费戒面 开放给医生输入病历 这个情况都不做 就可能要强制他们配合 否则有效果 若是符合不到的话 可能就会体现在 这些相关的机构和人员的 那个专业草手上面 他还是否一个合适的 医健通的注册用家呢 他在医健通服务下 得到的各种便利 他还是否适宜继续运用呢 这方面我们都会考虑的 他强调是避而不用 也都会就做法 和医疗界取得默契 无线电视记者 何猛君不道 大家好 我是黄仙河 今年第一季超过 1100万人次旅客访港 按年增加近一倍半 还有半个月就到五一黄金周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各部门部最好接待访工旅客 稍后会公布细节 海关联和旅监局到九龙湾 土瓜环和尖沙咀等 巡视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 提醒商店负责人 遵守商品说明条例 又说会在五一黄金周期间 加紧巡查和执法 我们首先会采集一些数据 之后我们会再做一些分析 就住一些旅行团 入境旅行团 内地入境旅行团 主要会到的景点 又或者可能过关的关口 我们都会加强的人手去做一些重查 去到旅游热点和各个口岸 去派发一些消费小感乐 或者提醒旅客一些消费 提高他们的权益 去到打击不良认商的行为 旅监局也随机抽查 道友牌照和证件 以及旅行团 是不是跟随既定行程安排 旅监局也呼吁旅行代理商和道友 在黄金周期间实施分流 和维持团友的秩序 去减轻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政府各部门已经商讨认对出入境人流 我们从人流管理方面 当然已经在这方面有良好的经验 实际的操作是怎样呢 民体旅局到时是会有宣布的 我对我们不同的关口管理是有信心 但是充分的资讯 给大家知道是哪个关口 例如是较为顺畅 哪个关口可能的运动会长些 而旅发局数字显示 今年第一季大约1,123万人次访港旅客 按年增长近1.5倍 内地旅客继续占多数大约7成7 有近870万人次 至于非内地旅客 140万人次来自短途市场 多近2倍 长途和新市场升幅也显著 分别录得70万和13万人次 无线电视记者林婷婷报道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远雄主持 第二次跨部门会议 更进五一黄金周预备工作 政府各部门会在口岸加强人手 协调运输和通关服务 包括如果有需要 安排公共交通 利用在身心路窃的专用行车线 前往落马州黄江口岸 旅监局和海关也都会加派人手巡查 保障旅客权益 面对旅客消费模式改变 洗费或者比起以前减少 旅游界希望当局联同业界 是推出城市和新旅游元素的同时 营造更多消费场景增加收益 旅客消费力的转变 专做旅客生意的珠寶店感受可能最深 中国大陆说全球的经济都不太好 所以说它的消费能力是弱了 所以说我们的朋友说 我们都想薄利多消 便宜些东西多些消费者去消费 香港的东西我们靠上去 本港过夜旅客人均消费 2013年见近年高位达到8100元 之后逐步减少 逆后恢复通关 去年回升至6900元 不过旅发局预测今年会少一点只有5800元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醒 市场结构 消费模式都已经改变 香港要积极求变 旅游业界认同不可以再吃老本 要找转型主族 例如主力发展运动旅游 好像国际七人篮球赛 将体育盛事比赛加上餐饮娱乐元素 又建议将娱乐元素融入法定古迹建筑 例如不少旅客拍摄分享的西盈盘高阶旧精神病院 可不可以在回廊那里 又能够给一些做民创的 或者做一些青年人创业的空间 他可以在那里打造一些纪念品 旧精神病院有很多的历史 有很多鬼谷很引人入胜的 可能他又能够透过年轻人的创意 在那里能够打造一些体验式的活动 给到游客去到那里打卡 同时又能够给到他们一些消费的空间 都有一些经济的贡献 他期望结合打卡、餐饮、住宿等元素 吸引旅客留内些、洗多些 无线电视机者何曼君报道 全港的士申请加价 交通咨询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 会平衡的士營运财务可行性 和公众接受程度等因素 全港的士申请加价 交付介乎12%到17% 市区的士申请落期由27元加到32元 新界和大鱼山的士落期都加到28元 交通咨询委员会听取政府汇报 主席张仁良说 讨论的时候已经平衡业界 營运财务可行性和公众接受程度等因素 今天看到巧克力加价超市是23% 我知道百物腾贵 我们的营商环境也不是太理想 希望逐步逐步转好 但是所以加价 无论加多少 对于市民是一个负担 这是事实 很多市民平时不是乘搭车 有时你急需乘搭车 来不将一次 我觉得太高的话 市民未必接受到 所以在考虑交付方面 都是很serious地考虑了市民的接受程度 公共的接受程度 交支会之后会向政府提交意见 给行政长官会和行政会议考虑 无线电视机者邓仲人报导 南田广田商场渠武工程没出火花 三人烧箱宋苑 消防大上装被刀场调查 警方昨日挨抬大约6点半接报 说广田商场社货区工人造渠武工程 突然传出爆炸声和没出火花 三人走被不撤箱宋苑 干警连续工业意外处理 中学民凭市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开考 取代通识科 有公民科老师认为史题不算深 相信达标率可以达到九成或以上 在何文田一个考场外 有考生提早一个中道场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第一年开考 是今届民凭市最后一科核心科目 会有点点紧张 因为第一届 还有不知道他会怎样考 史卷有三题资料回应题 有1至8分不等 和通识科有比较多12分的长题不同 有选择题考核 包括国歌条例和基本法的陈述 长答和短答题 包括考核教育对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性 指出就教育上 应用智能聊天机械人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以及就参与内地游学团 有助加强学生国民身份认同作出解释 这个难道是适中的OK 有达标和未达标 有老师认为出题贴合公民科三个主题 包括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和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等 在提问用字上面都没有说些很艰辛的用字 甚至乎一些关键字其实都是很大怒的 比如他问到国民身份认同 资讯素养 综合国力 其实这些主要的概念 其实在课堂里面都有涵盖度 可能同学都有一定的涉猎 或者是可能都有一定的平时的一些训练 今届有近4万3千名考生报考文评是公民科 有科主任估计 达标率会比以往通识科高 可以达到至少九成或以上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余报道 校评局上星期六开始停用监考译 继续用亦都曾经出现问题的报导译 局方说近日两科考试 大约有八成多考生用报导译 没收到以上报告 政府说正是研究法定机构 推出和民生相关的电子系统那层 都要由政府监管 中学文凭市核心科目考试完成 考评局早上到九龙一间市场 试测继续用报导译的情况 说近日两科考试 每张试卷都有4万多个考生使用报导译 即是占整体大约8成多 没收到以上报告 证明报导译运作良好 考生可以继续放心使用 今届市场全面采用用了近900万 开发的报导译和监考译程式 最终监考译因为接连表现不畅信 要停用 当局曾经说有做压力测试 但是不需要第三方负责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 正研究除了政府部门 扩大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安排独立第三方进行压力测试的监管范围 考译其实是非政府部门 是一个独立的法定机构 现在政府内部正在研究 对于一些政府狭下的公营机构 独立的法定机构 在推出与民生有正大关切的电子系统的时候 如何纳入整个资格办的管辖和监管范围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 可以将电子系统分级分类更加有效监管 他又说资科办也都将会 和效率促进办公室合併 组成数字政策办公室 可以将相关的工作统筹得更好 无线电视记者陈聪康报道 另外对于网上有人在社交媒体 怀疑上载今届文凭市英文科聆听卷的史题 考评局说正是严肃跟进 并会报警处理 如果证实有考务人员违反保密协定 亦都会按既定程序 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 内地第一季经济增长5.3% 高过市场预期 有分析认为首季开局理想 估计全年可以实现增长目标 内地第一季经济开局 好过市场预期 国家统计局公布 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 按年增长5.3% 市场原本预测升4.8% 受惠刺激措施和消费品 救援新政策陆地 第一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压升4.7% 同期工业增加值也增加6.1% 反映基建和房屋等施工量的 固定资产投资年升3个月 第一季升4.5% 好过市场预期 不过内地楼市仍然疲弱 第一季房地产开发投资下跌9.5% 跌幅较头2个月9% 国家统计局说 第一季积极因素累积增多 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打下较好的基础 外需是在灰暖 所以这有利于我们的出口 这种需求的支撑 从内部来讲 因为经济也是多项指标 在显示中国经济是在灰暖 尤其是在一个政策上的推动 假日的这种经济 继续显示较好的一个效应 所以从今后一个时期来看 我们觉得经济会延续恢复向好的 这样一个态势 有分析认为我们第一季经济表现理想 估计今年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另外第一季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接近7300元人民币 按年增加8.3% 无线电视记者 一路配音报道 内地今年第一季失业率 按年轻微下跌 不过青年失业率就仍然有上升 国家统计局认为 要解决就业的结构错配问题 强调对中国就业市场仍然乐观 国家统计局公布 首季内地城镇失业量是5.2% 按年下跌0.3个百分点 当局说随着经济好转 就业情况整体改善 政策效应不但显现 生产需求稳中有升 就业物价整体稳定 市场信心不但增强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开举良好 今年应届高校毕业生 将会超过1,170万人 再创新高 盛来运在记者会结束之后 回应内地传媒提问的时候透露 今年首季度和3月份 青年失业率仍然有上升 又认为未来需要解决结构错配问题 推动高质量就业 因为一线劳动力 年轻的劳动力 不愿意去到一线当工人 不愿意当男女工人 高质量就业的关键 那就是人力资源的 所供求的一个实配 而不是错配 不过他说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需要劳动力 加上服务业正在加快发展 未来会耐纳更多的劳动力 所以对就业市场仍然感到乐观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宏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卸任之后 将会在新内阁当中担任国务资证 新内阁不会有大变动 将会在下个月接任总理一职的 新加坡副总理黄秦才 为星期二说 对李显龙答应他的邀请 出任国务资证感到很高兴 又说新内阁不会有大变动 因为有些部长刚刚获任病 没理由作出调动 并正是研究着星某些内阁成员 和任令小部分后助议员出任证无军 目标是在保留原有成员的同事 加入新血以带来新方向 具体名单将会在他宣誓就职前几日公布 以色列战时内阁 具报决定对伊朗攻击作出回应 但还商讨着反击方式和规模 有分析说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 显示他们突破二方防空系统的能力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 星期二探望一批新兵 正值伊朗近日发动力尼首次 直接对以色列的攻击 内塔尼亚湖表明要保卫国家领土 伊朗尼亚湖表明要保卫国家领土 伊朗尼亚湖表明要保卫国家领土 和无人机说大部分未到以色列 已经被以军和盟友的防空系统 和战机击落 有几支弹道导弹射入以色列境内 造成一个空军基地轻微损毁 有分析指以色列标榜九成九的拦截率 但是伊朗亦都显示了它精确打击 远程目标的能力 分析认为伊朗的策略 是利用大量成本较低 速度较慢 和威力较少的巡航导弹 和无人机做理由 令敌方的防空系统疲于奔命 虽然这些武器被击落 但相信伊朗利用高超音速导弹 成功突破了防空系统 击中以色列的军事目标 美国官员说 至少九枚伊朗导弹 击中以色列的两个空军基地 造成跑道和运输机等受损 有潜意军将领估计 这次拦截的成本折合超过83亿港元 而伊朗攻击的成本 只有大约十分之一 无线电视记者张伟聪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伊朗总统来希通电话 讨论伊朗报复以色列 克里姆林宫说 普京在通话中希望中东各方克制 避免触发生一轮冲突 为整个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 来希就说 伊朗的行动是被逼而有限度 强调伊朗没有意 令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普京和来希都认为 二把冲突一直未解决 是中东局势紧张的根源 另外美国财长耶伦说 伊朗攻击议色电 和支持也门胡塞武将在红海的襲击行动 威胁地区稳定 可能会祸及经济 美国和盟友将毫不有夜 以制裁措施回应伊朗的恶业 和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 预料未来几日之内 会有制裁伊朗新措施 尤其もの本身也无是 第二行董意ан 台宮 戏 sat 对 看 精通